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這個MICROBEAT基礎課程的第七課 今課我們會去做的一個專題將會是這個計步器 顧名思義 計步器就是一個用來幫日常生活 幫一些人去數著自己今天走了多少的步數 這樣我們會把一些額外功能放進這個計步器裡面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開始這個課堂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還是要去MICCODE 即是這個 去到這個MICCODE之後我們要開一個新的project 計步器我們就叫做 STEP COUNTER 這樣我們開這個新的project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想 咦?我們今天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計算我們走了多少步 我們第一件事應該怎樣呢 我們之前也有學過 用這個變數去裝著我們的步數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計步 多數的原理都是透過把某一個裝置 去 裝置 被外來的仿動的時候 就會去把他的步數增加 所以我們首先要做一個變數 變數是我們數著的步數 所以我們變數名稱會是STEP 這樣 當我們有這個之後 我們就應該把這個可以拖出來了 好 那這裡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當啟動時 當啟動時 我們就會把變數STEP 設為0 一開始我們每次開MICCODE的時候 都會是0 這樣 第二件事 我們之前也有學過的 在這個包剪拔 和摘色仔的一堂 我們都會學到輸入 當之細房動時 我們會發生一些事 那這裡我們這次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記住我們有個變數STEP 在這裡 這樣 那同學就可能會想到 我們在哪裏 把STEP改變1 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看一看 現在這一塊MICCODE 咦 但它還沒有東西 那我們是不是撐了些什麼呢 我們給兩三秒同學 各位同學想一想 到底在這裡撐了些什麼呢 是的 沒錯 我們要記住要把數字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重複無限次 我們顯示數字 這裡要加進去 我們要顯示什麼數字呢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所做的變數STEP 去到這一個 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 計步器 主要 就去到這裡 就已經差不多做完了 大家看到 我如果Shake它的話 它就會把數字增加 就是我們計步器的基本 但是 有其他事情 我們會想做的 例如就是我們怎樣 要去 使這個數字 去變回0 這樣 我們沒有理由 每一次 都要把它拔掉 然後重新插進去 才能夠把數字重設 所以我們 要想做一個 重設數字的 東西出來 第一件事 我們重設數字應該去哪裡找呢 就是我們要去輸入 當然 因為我們想透過某些輸入 去重設數字 我們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當按鈕被按下 如果只有一個按鈕 例如A或者B被按下 那些用家就很容易去按錯 所以我們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選擇使用 當按鈕A加B被按下 就是兩個按鈕一起按下來的時候 我們先把步數歸零 那把步數歸零應該怎麼做呢 各位同學 不知道要猜不猜到呢 這樣 其實呢 我們就用回當啟動時 這個 變數的Depth 設為0 就可以了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看 那我們現在 在這裡 shake一shake它 晃動它的時候 它的數字就會增加 現在它會錄了 我現在想把它歸零 我就按A加B 它就會重新變成0 並且重新從0作起跳上去 這樣呢 這也是一個 比較常用的功能 可能我們會想重設一個 這個步數這樣 這樣 那除了這些之後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樣 例如呢 我們在做這個計步器的時候 我們能夠去想一想 我們要在什麼時候 或者我們想給一些 告訴我們的用戶 它達到一個 達到一個目標呢 例如我現在想 每逛100步 就去 會 show一個 這樣 心心 給用戶看的話 我應該怎樣做呢 這樣 這個呢 我們就要去到 用這個的如果 如果什麼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會顯示 圖示心心 當然啦 我們可以不只顯示 圖示心心 我們可以將它 令到它做到色閃 好像我們之前做過小動畫一樣 這樣 我們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 記得我們要加一個 不是暫停 我們要加一個 青空畫面給它 因為青空畫面呢 就能夠令到它做到 有心 然後沒有心 然後有心 然後沒有心 這樣的循環 這樣 我們將這個做兩次 就是我們會閃兩次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裡了 現在就會閃兩次了 對了 這樣 但是我們如果什麼時候 我們要這樣做呢 我們剛剛講過 每100步就做一次嘛 這樣 為了方便起見呢 我們就做10步先啦 這樣容易讓我們去測試一下 這個程式成不成功 這樣 在這裡呢 我們能夠做到的 就是看一看數學這裡 數學這裡呢 除了這裡加減乘除 普通的數字呢 我們還有餘數的喔 我們可以把餘數拿出來 那餘數我們要拿去做比較 所以我們會拿一個比較放在這裡 好 我們顯示數字呢 如果我們每行100步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閃心心 那這個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做呢 這樣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應該首先 無論如何 我們要拿回個變數嘛 因為變數 是我們整個program的基礎 我們要透過這個變數 怎樣去做運算 去達至我們想要的成果 這樣 去到這裡 去到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有餘數 餘數等於0 其實剛剛好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除什麼的餘數等於0呢 例如我現在每10步 要做一次的話呢 我的步數除以10 之後的餘數等於0呢 就代表你走了10步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任何東西除10的餘數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數字的個位數 換言之那個個位數是0的話呢 就代表你走了10步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 我們左手邊這裡 現在是3 所以它就沒有去做這個閃心 那我們按到上去 8 9 我們再按 就會是 會閃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去到第10步 所以它就會閃了 但是呢 或者我們可以把這個放上去 那我們就怎樣呢 在顯示數字之前 我們做了一個比較 就會在我們見到的數字之前 6 7 8 9 好 在顯示10之前 我們就先顯示了個心心 先 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去到10的倍數了 所以呢 這樣就可以去 更加可以去令到這個用家繼續去行 可以鼓勵一下他們繼續去 有一個健康的習慣 這樣 我們可以在這裡把它改成100 每100步 我們就做一次這樣閃閃的心心 那 這個計報器呢 那我們去到這裡 就差不多完結了 那 各位同學呢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 會再看一次條片 看看會不會 能夠更加了解 我們這裡在做什麼 那 今堂的時間 就到這裡 各位同學再見 我們看見 那 我們 那 去